不是说专期不变,是长期不变 这个道理我过去讲的多少次 就从说五十年不变了 五十年之后更没变得到 不畏权贵唱战歌 只畏昌生说人话 自由发声 来自大陆的声音 感谢大家来到自由发声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007 在中国大陆颠倒黑白 指鹿为马是常态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他们的这种教育 和这种狼性文化的熏陶之下 颠倒黑白 丧失良知 发表很多没有人性的仇恨言论 和这种思潮 是很普遍很普遍的现象 甚至连海外 有些华人都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所以说前几天有个所谓的八问香港人的文章 广为流传 我今天做这一期节目呢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说出一些真实的情况 真实的发生的历史 不指鹿为马 不颠倒黑白 我希望我们中国人 华人 有良知 有良知 有人性 少一些仇恨 多一点点 人性 那一个所谓的海外华人 说的是八问香港人 我呢 本期节目我就八问中国大陆人 当然 我本人 007也是大陆的人 也是中国人 这个不仅仅是我要问我们自己 大陆的人 也是在拷问我自己的良知 首先 八问中国大陆人 香港人 欠了你什么 第一 中国大陆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前 和朝鲜人民是一样的 不仅贫穷落后 而且这边土地毫无希望 可以说卧福遍地 衣服都不多一件的 民间有句俗话叫 卵子打在板凳上 叮当响 不仅身无残物 而且每一个家庭 都是在饥饿的边缘 而香港这个时候 已经是世界的 前几大经济体之一 非常发达的国家了 已经是 他们没有抛弃我们这个 贫穷的兄弟姐妹 他们来投资 来建厂 来从欧美接了很多订单 来中国大陆来投资办厂 来教育 培训我们的工人 当时中国的民间 东西南北中 发财到广东 为什么 因为香港人在珠三角 大量的投资办厂 我们中国人 有机会 在这里来打工 来吃饱饭 对不对 第二 香港从五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 收留了中国 几百万的难民 他们从一个两百万人口 变到现在七百万人口 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难民 都是从中国大陆 吃不饱饭 和被迫害 被打击的这些人 和中国接壤的 有大片的土地 为什么他们只能 往香港跑 我们知道 苏联也给中国接壤了 大面积 缅甸 越南 印度 很多跟中国接壤的 朝鲜 我们即使去逃难 做难民 我们都知道 往好的地方去 往香港去 有谁做难民 会做到朝鲜去 请问 我想请问大陆人 香港人 对得起你们吗 对得起我们吗 第三 香港 是国际自由港 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 我们中国的公司 大量的在香港上市 吸收世界和香港人 给我们投资 这是第一 第二 中国大量的中资企业 中字头的 国家的 比如说中国银行啊 中信啊 中石华啊 中石油啊 都在香港去发行债券 因为这是国际中原 金融中心 发行债券 什么叫发行债券 就是向全世界借钱嘛 借钱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嘛 发展自己的企业嘛 对吧 据最新的资料啊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 三万亿 中资机构在香港 发行的债券 向全世界金融机构 借钱借了多少呢 借了一万三千亿美金 这些全是败香港之福啊 没有香港 我们没有这种机会的 还有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 每一年 外资都是通过香港 进入中国的 比如说 2018年去年的数据 到中国 投资了一万亿 一万亿的资本 其中有八千亿 都是通过香港进来的 我只想问 香港 对得起中国吗 中国大陆 中国人 还要颠倒黑白吗 第四 从七十年代开始 到今天 香港人 因为跟我们是 同文同种 但我们是兄弟 但我们是姐妹 一直在捐赠 我就不说 像香港的那些富豪 给中国的捐赠 什么邵姨夫 李嘉诚 他们捐的学校 还少了吗 就算香港 并不富有的 像什么演艺界的 古天乐 都在中国捐了 一百个希望小学 我们看看大型的 华东水灾 全世界香港捐的最多 文川大地震 香港人捐的最多 八九六四 香港人也捐了 无数的钱 什么叫血龙与水 在我们中国大陆 就算是亲兄弟 亲姐妹 会做出如此 巨大的捐献吗 会这样互相相爱吗 我们中国大陆人 有良知吗 有良心吗 香港人给我们的爱 我们回报的是什么 这世界如果有羞耻二致 我们中国大陆人 连这两个字都羞辱了 第五 在三十年来 只有香港人 在纪念八九六四的死难者 请记住 这是中国人 自己杀中国人 香港人 只是我们的一个兄弟姐妹 一个隔壁邻居 他们却在为我们的死难者 每一年在纪念 祈求我们生活过得好 祈祷这些死难者 暗器 帮助那些受难者的家属 得到公益 而且也给他们提供经济的援助 还有 这三十年 这四十年以来 我们中国大陆 无数的冤奖团 去送上温暖 去告诉依然是被软禁的楼下听 他并不孤单 即使我们是隔着一河之隔 我们未必能够可以亲身去送上祝福 但是都在香港 是继续去声援 在中国大陆的维权运动 无数遭遇不公平 不正义的对待的这些 受委屈的 受冤枉的人们 投诉无门的时候 也只能来到香港 刘晓波 艾维维 李旺洋 陈光诚 那些被抓捕的律师 那些被强拆的家庭 香港 作为我们的邻居 作为我们的兄弟和姐妹 不停地在向世界发声 向世界富裕 也捐助这些受懒者 也帮助他们获取公益 中国人 你对得起香港人吗 朝鲜人 俄罗斯人 有哪一个国家的人 像香港人这样帮助我们 我们中国大陆人 良心都被狗吃了吗 第六 我记得是在2002年的时候 香港的高中生 在中国大陆来调查 港资企业 在珠三角 采访了中国大量的 打工的一组 然后呢 他们发了一个报告 是轰动了全世界 这个报告主要是 说出了中国大陆的 工人的环境 福利 待遇 这些问题 让全世界发达国家 包括香港 开始重视 中国工人的环境状况 和福利状况 从那个时代开始 发达国家 他们 很多 独立的机构 就会调查 所有在中国开场的 这些企业 要把我们 中国人的福利 达到一个水平 他们这些 才不能叫血汗工厂 才能够 合法的 在西方的国家 不受舆论的谴责 乃至于 制度性的 规范了这些 外资企业 要 平等对待 中国工人 给予中国工人 相应的福利 因为 在 珠三角 在中国 投资的 香港的企业 也非常的多 我们中国人 办的船 恨个的都是 卢工 我们的政府 多半都是跟 这些企业家 狼狈为奸的 那么香港 来让我们 中国大陆的工人 得到了尊严 得到了应有的福利 我们中国大陆人 记得吗 第七 我们知道香港 保留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 从49年 到80年代 改革开放的时候 中国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呀 破释就 文革 我们知道的 中国所有的传统 已经彻底 一扫而空了 我们中国人 那个时候 只信仰 马克思 毛泽东 我们把所有的 中华传统 都当封建思想 全部扫进了 垃圾堆 对吗 而在香港 还保留着 很多中华的传统 我不说别的 我只说 从80年代 在我们大陆 我们才知道的 所谓的武侠文化 我们今天 在中国大陆的 少林寺 黄飞鸿 浮山房 黄飞鸿 这些旅游点 如果没有香港的 这股武侠文化的 再造 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们随便去看看 这些旅游点 大部分都是香港的 文学艺术作品 影视作品 是重新的塑造了 这个文化在这里 如果没有他们香港人 这个再造 我们中国人 肯定是大部分 就会 遗忘掉这些文化 包括北京大学 那个孔庆东 天天在侮辱香港人 可笑的是呢 他的专业 是金庸武侠研究 我只想说 香港人对得起中国人 第八 我们中国大陆的食品卫生 非常糟糕 不仅仅是食品 连药品 连药品都天天爆丑闻 比如说 什么毒疫苗啊 假药啊 香港作为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自由港 给我们中国大陆 输送了三大货物 第一就是药品 第二是癌粉 第三是电子产品 包括中国以前呢 大朝鲜战争的时候 像霍英东这些红色资本家 冒着生命危险 也是在给中国运输这些东西的 全世界都制裁中国的时候 只有香港人啊 偷偷摸摸把这些救命的药 把我们急需的电子产品 用偷渡 或者用各种方式 来给他们心爱的同胞 心爱的兄弟姐妹啊 包括八九六四之后 全世界制裁中国 中国买不到通讯的电子设备 华为 也是通过香港 采购零部件 慢慢弄成了这么一个 巨无霸的企业的 像华为孟晚舟这种啊 在香港有三本覆照的 无数的大陆企业家呀 知识分子啊 或者是想出来的人 往往第一站都是香港啊 第一本覆照就是香港的覆照啊 实际上呢 要列的话呢 八十条都列得出来 我就不说这么多了 我们中国大陆人 这几十年 受了共产党的狼奶 教育之后啊 我们中国人变得 贪婪之士 自大狂妄 毫无灵敏之心 充满着仇恨 和阴谋论 对自己的恩人 恩将仇报 还敢颠倒黑白 指鹿为马 你看看 很多大陆的乞丐啊 都祖传跑到香港去乞讨 我认为啊 所有的抗日神剧里面 只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就是日本人说的 中国人的良心 大大的坏了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 希望大家多多的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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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